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费兰尼目前也是有伤 上场比赛是受伤了 这场比赛没法出场 左脚直接起 这边出现了失误 佩莱直接打比较正 直接打 杜佳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袖 这一波配合真漂亮 这是不错的 想要的呢 他现在这个套路踢出来 接近打成了 对 何德斯又是反击机会 佩莱在保卫给 漂亮 弹刀机会了 大门 漂亮 佩莱 第29分钟 佩莱拉起了小提琴 优美的旋律再次响起在鲁能大球场 这样的进攻师 你刚才我讲了 对吧 就是他在往上压的时候 这个天津泰达 你这会儿啊 如果中场有球塞这个位置的球 对吧 对吧 俩边也好啊 边的也有漏路 直接打了 要正了 这算是第一脚打门吧 嗯 吴清涵这边漂亮 应该没有越外 格德斯 公路再抱一个 突然的起诉 小角度打 鹿鹏凉 这球他是瞄着上脚去的 肚肚生吃 进了禁区以后 最后那一下啊 温宫搭建 这动作我觉得都没问题 是 运气 运气 就是打了一份上脚打呀 看看 漂亮 格德斯 这一波配合666啊 镜头都没有找到 是球进了 这是任意球发出来的吧 对 就应该是刚才那次犯规的任意球 2比0 进球的是格德斯 分 浩许敏 可以选择突破 漂亮 进去内 再打门 滑倒了 左脚再传 看看进去之内 哎呦 王大雷这一下是滑了一下呀 最后是单掌 类似于一个扣杀 把这球拍出去了 买提香 哎呦 这球如龙啊 这是谁顶的 82分钟 台拿队是扳回一城 通过一次任意球机会再来看一下 再看看 哎呦呦呦 真是送龙 送龙啊 这个球啊 左脚队员打这个弧线 特别不好防 漂亮 浩许敏 漂亮 浩许敏 再给 格德斯 有机会 进来了 停一下 可以打了 再横敲 有了 漂亮 漂亮 这球进得漂亮 这是周海斌赢得的 老将周海斌也进一球 哦 周海斌啊 相信此时此刻看到周海斌进球 你也会想到特别多 周海斌这场比赛非常的努力 3比1的比分 终于是收获了一个进球 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 奇数的哨声 这样的话 鲁南泰山队是在主场 3比1战胜了天津泰达 也是完成了赌场的最后一场比赛 本节目由苏宁拼购 独家冠名播出